清晨 女孩慵懒地舒展着懒腰 哥哥又被她挤下了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增几次批评她 可第二天还是一切如常 兄妹俩的床中间只隔着一张沙漫 所以妹妹总是不知情地睡到哥哥床上 连问哥哥 旁人说他们很配 看起来像夫妻 她有没有这种感觉 哥哥对此一脸尴尬 他们是亲兄妹 让小妹别胡说八道 可下一秒 兄妹俩又像没了事一样 放肆地嬉笑打闹 家里只有莲和哥哥 两个姐姐都出嫁了 父母早亡地连在哥哥姐姐的呵护下 懵懂又纯真 时常地粘着哥哥 就连吃饭都要坐到他身边 而哥哥偏不随他意 但还是阻止不了他 出门也要挽着哥哥的手 不知情地还以为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哥哥时常打去他该嫁人了 连却说要找个像哥哥这样的 兄妹俩的情感朦胧而柔情 仿佛就像这夏天的风 连大刺刺地把脚伸到哥哥怀里 让哥哥帮捡指甲 听说他明天有场爱情戏 主动提出和他排练 他扮演哥哥的情人 不安躁动地等待哥哥接近 可哥哥拉过他后 只是说想吃煮红薯 他和哥哥笑闹成一团 打散了之前的暧昧氛围 连无法从哥哥那得到情感满足 可男友也对他很冷卧 在一个大雨天 阿连突然很想见男友 想和他分享自己的那些甜蜜想象 便找去了他的学校和家 结果都没见到人 当他找到男友常去的咖啡馆时 一个相熟的朋友也说他不在这里 即便打着伞 阿连早已淋得浑身势透 当他满心失落地离开时 怎么也没想到 男友此时正坐在咖啡馆的楼上 无动于衷 原来男友根本就不想见阿连 这么久以来 他对两人之间的感情都不是很坚定 一方面嫌弃阿连长相老气 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没有学历 配不上自己 虽然想过提分手 可又不知如何开口 两个姐姐是连的情感扭带 不久后是母亲的忌人 姐妹人早早便聚到一起 开始讨论今天的菜股 男人们则在礼物聊天 今年请了许多客人 场面热闹极了 看起来夫妻感情皆是情色和名 可实际上却各有各的暗影 第二天大姐夫外出采风 其实他真正目的是去看自己的情人 情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一直生活在乡下 所以他总是借口采风的名义两地奔波 而这一次他决定和妻子坦白 成年人的婚姻就是个玩个的 自从第一次流产后 丈夫就已经开始对他不感兴趣 即便再次有了孩子 两人的感情也没多大改观 在备受冷落的无性婚姻里 另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出现 弥补了女人的空窗 两人是在阿双的咖啡馆相遇的 第一面他们便对彼此心动了 在这个男人身上 阿双找到了久违的爱情和温暖 两人也自然而发展的地下情 但同时他也很明白 爱情是爱情 婚姻是婚姻 两者不可混淆 更不能略解 为此阿双和男人约定好 两人每次见面不能语言交流 身体的亲密就已经足矣 可时间已久 对方就渐渐无法忍受这样的状态 他想更加了解阿双 也想作为他的爱人 而不只是床扮 可阿双只是用唇语轻轻告诉他 如果再提这样的要求 两人就不要再见面了 更爱的一方总是会更先妥协 无奈之下 男人只得答应继续回归沉默 他只有最后一个心愿 阿双感受到男人心腻 站起身笑着亲吻他 吻了一次又一次 但仍没有开口说一个字 之后 两人依偎在一起无言地抽着烟 那些鸟鸟而生的烟雾在空中缠绕 互相诉说着各自无法言说的心事 而此时另一边 在青山绿水的眼影下 阿双的丈夫也来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家 那是坐落在峡谷河岸边的一座小棚屋 这个爱人比起阿双的能感 身上更多了一份淳朴清新的气息 而这也是摄影师一直追求的远离城市 回归自然 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年纪看起来比阿双的儿子还大 可以想见 摄影师已经出轨多年了 这夫妻俩双双互相背叛 心里都有婚姻不能满足的地方 丈夫回家后 他向妻子提出离婚 因为他更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 妻子跑下楼桶库 当听到丈夫亲口说离婚时 他依然感到如此心痛 平静片刻 他告诉丈夫自己早已知道出轨的事 可以默许对方的存在 只要他像以前一样爱着这个家就行了 说吧夫妻俩又回到以前 紧紧依偎在一起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之后大姐也吻别了情人 给这段婚外情话上句号 就着这样 他们回归了各自的家庭 可又在心中留下了空洞和阴影 二姐阿卿的婚姻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虽结婚不久 和丈夫还像新婚小夫妻那样甜蜜 经常玩手而行 不时说点让人脸红的笑话增添情趣 就连阿卿怀孕 也是第一时间告诉丈夫 两人还约好当作专属他们的小秘密 暂时不告诉任何人 可就在最近 作家丈夫的写作遇到了瓶颈 在家里怎么都写不出来 他便和阿卿商量 说自己想去戏共散散心 转换下环境 可能会找到新思路 有孕在身 阿卿虽不太愿意 但为了丈夫的事业考虑 还是同意了她的出行计划 可谁曾想 这般的TG考虑换来的却是背叛 出差旅途总会发生点什么 男人刚上飞机 就被一个女人深深吸引住了 对方打扮时尚 性感的红唇娇艳欲低 到了下榻的酒店后 他又碰到了那个女人 就在泳池边上 男人坐在一边暗中观察着 女人的一颦一笑 还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 没想到 对方早已捕捉到她那爱慕的目光 用口红写下房间号和时间 放在桌子上 轻描男人一眼转身离开 他早知自己的魅力 也知道如何吸引男人 男人之后便拿起那张字条 心想今晚不再寂寞 他先是试探性敲了敲门 门却没有锁 一件贴身衣物挂在电视上 昏暗灯光下 满满都是情欲 只见女人光着大半边身子 勇懒地躺在床上 双目微闭 像极了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正当男人想进一步行动时 头脑中突然闪过怀孕在家的妻子 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的魔鬼 只是用眼神静静看了女人一会后 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 谁也不会知道 如果女人再主动点 这一夜会发生什么 又或许 自从他拿起女人字条的那一刻起 那颗心就已然飞离了所属的领空 当他回家后 妻子喜笑颜开地跑出去迎接 又是送毛巾又是线吻 作家想到之前差点背叛妻子 尴尬地回应着他的热情 看起来很是心不在焉 他本以为这件事会永远埋藏在自己心中 远在千里之外的艳遇 不会影响到他幸福的婚姻 但他忘了扔掉口袋中的那张字条 在整理衣服时 阿清就发现了用口红写的房号 他立刻猜到了那意味着什么 但阿清只是默默收起了字条 什么也没向丈夫提及 孕妻出轨 丈夫的行为实在是伤透了他的心 可他现在又只能依靠丈夫 将这个苦果默默吞下 阿清找到大姐诉苦 正要开口十连抢先说他怀孕了 两个姐姐瞬间愣住 连现在交往的男朋友并不爱他 怀孕后一定不会负责任的 阿连将怀孕的事告诉男友后 男友什么都没说 任由阿连离开 两位姐姐都不想连怀上孩子 担心她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连却说自己很沉着 让姐姐们别担心 她愿意生下来 她喜欢小孩子 大姐见小妹这般态度 急忙让二妹给她说说道理 二妹却突然大哭起来 因为她也怀孕了 还发现丈夫好像在西贡出轨了 此时大姐也想到自己多年的无幸婚姻 不由的泪流满面 三姐妹互相拥抱 一起用眼泪倾诉着心里的委屈 哭完之后 二姐问连怎么知道自己怀孕了 一再地追问下知道 连发生事情是在两周前 而她一个周前还来立假 她根本没怀孕 就是不懂乱说 说吧三姐妹又开始打闹起来 仿佛刚才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 这时的夏天是那么的暖心 回到家的连 在屋子里自在地起舞 见到哥哥后 又相担着出门买食材 这是一部越南电影 讲述了复杂的情党关系 透过平静生活的表面 三姐妹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心事 即使有的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又用理智和温情拉扯回正轨 这正如电影名 带来了夏天的滋味 有的秘密如狂风暴雨 让婚姻摇摇欲坠 有的秘密如盛夏的果实 散发甜美的诱惑 然而当夏天过后 一切又恢复平静